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近日針對公務員的攻勢越演越烈 較早之前葉劉淑儀已經是出面想叫停所謂的文革式批鬥 去到昨天連田北辰也有出聲 他公開呼籲愛國陣營不要再互遍 而且他還指責有人為了想爭著表現自己 因此就不斷地尋找敵人 另外由於葉劉淑儀出面幫那班政務官保駕護航 於是引來了很多深藍網民的質疑和口誅不發 說了大量難聽的話 甚至有些藍絲還質疑葉劉到底是不是暗王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田北辰在Facebook上發表了這條貼文 只有五句說話 中央穩定香港 同為愛國陣營 意見和而不同 言論小心表述 互扣母子禍港 另外他在接受HK01訪問的時候 就盡數心鍾情 他說 希望建制派之間是能夠理性討論 注意用詞 包容不同的意見 不要隨意互遍 他還說 可能因為民主派被清剿過後 有人為了爭著表現自己 因此就想不斷地尋找新的敵人 放大分歧 但是他認為 這樣做只會繼續令社會陷入混亂 不利中央穩定香港 他真是好笑 建制派之間是能夠理性討論 如果是可以的時候 就不用搞到今天這樣的情況 浪費鬼氣 另外他批評 有人要 爭著表現自己 不斷尋找新的敵人 其實田北辰究竟是不是建制派 他有沒有聽過毛主席說過一句說話 就叫做 與天鬥 與地鬥 與人鬥 其樂無窮 而在1957年至1978年 中共確立了以階級鬥爭為綱 到了最近 總書記習近平曾經說過 該鬥爭的就要鬥爭 而且他還強調 要發揮鬥爭的精神 鬥爭就是一門藝術 要善於鬥爭 反映得出 大陸一直以來都是強調鬥爭的 反之你田北辰所說的說話 就有多少政治不正確 你說人家為了表現自己 因此就不停地來尋找新敵人 人家只不過是符合主旋律來起舞 你田北辰作出這些批評的時候 到底你是不是不認同鬥爭的路線 你自己要向上邊交代一下 還有就是 當那個鬥爭機器一旦啟動了以後 他又怎會那麼輕易停下來呢 由於現時根本上 沒有任何一個權力制約的框架 所以他只會不斷發大來鬥爭 而且正如你田北辰自己說的 有些人就是為了表現自己的 那他為何要表現自己呢 因為通過這個鬥爭 有一些人 他就能夠確立得到他自己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地位 於是否會不斷鬥爭 文革也是這樣 不會停下來的 一直到毛主席走了才停 他沒得停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停下來的時候 分分鐘鬥人那個就會被人鬥回頭 於是否 這些就是沒完沒了 趙繼田北辰作為建制派 他就應該很了解這個情形 他自己也會說 民主派被清剿過後 然後就是建制內鬥 這個是必然的 因為你的主要敵人都開始鬥到散散的時候 當然就要看看 到底內部有沒有哪些人 他是懷有意心的 或者他的忠誠度是不足的 或者他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 現在人家正在抽出這些人 現在那幫政務官和高級公務員被針對 不是說沒有原因 因為他們事實上在過往的20多年以來 又真的跟一些行政長官公開抬降 包括了的就是 在內部裏面 做一些陽奉陰違的事 或者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事 尤其是跟這個董建華梁振英 就不是很爭取的 因為這兩個正正就不是政務官的系統出身 其實馮偉光已經說了 這些原因是 我先說明 我不是說支持針對那些政務官或者是高級公務員 免得有些懵惰 又聽錯 那些理解能力很低 有些人 我只是說出這個現象 現在那幫AO被針對 不是說沒有原因 一來 大陸就不信任這幫人 二來 你這幫人事實上就是 操控了 特區政府日常的運作 當上邊不信這幫人的時候 他自然就會認為這幫人是有機會威脅的政權 田北辰還說到 意見當然可以不同 但希望彼此之間用詞要有分寸 不要過火 起碼葉劉淑儀一定不是黃營 這個明顯就不是事實 今時今日中央想穩定香港 不是想搞死香港 如果連建制派都互遍 長此下去就會很麻煩 他口中的麻煩是說什麼呢 建制派互遍長此下去會很麻煩 那就是被人騙那些建制派覺得麻煩 是不是 哈哈哈 當然 夏田北辰 或者是葉劉之流 他們自己也有一個很高的警覺性 就是當這幫公務員 當這些政務官都被所謂批鬥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擔心 究竟下一波會不會輪到這些所謂的 溫和建制派 那些激進的建制派就是 何君堯之流 那你這幫 標榜理性 標榜中立 標榜專業那幫建制派 可能遲早被人認為 你們是不夠紅 或者你們是不夠忠誠 所以他們應該是有這方面的擔憂 另外 田北辰還說到 相信中央對這個情況 十分清楚 到情況失控的時候 就自然會阻止 他還說希望大家要小心想清楚 一國兩制要走下去 這樣搞亂 鬥爭 對香港是沒有好處的 不同力量都要明白 一些人用力比你希望的更加多 或者是太少 都只是策略的問題 不要動輒就扣帽子 他說這句話就已經有兩大問題 第一 他怎麼知道 情況失控的時候 中央就會阻止 怎樣為之情況失控 你怎麼知道上邊怎麼想 你怎麼知道 當這個鬥爭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別人就是會叫停 會阻止 你田北辰憑什麼 作出這個判斷 可能上邊不是這樣想 可能上邊任不得 你幫人窩裡鬥 總之 你一班人在大亂鬥的時候 自不然沒有任何一股勢力 能夠公開跟上邊抬綱 所以就不會對上邊造成任何的威脅 可能上邊這樣想 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去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就會叫停 這是你自己的個人主觀願望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想借著你這班人在互鬥 無瑕去顧及上邊的東西 第二個問題 他竟然間公開這樣 說搞亂鬥爭就對香港是沒有好處 他把搞亂鬥爭並列 這個就已經是犯了大不諱 這些就是很嚴重的政治不正確 你說有些人搞亂 這樣都已經會被人罵了 因為那些深藍不覺得他自己在搞亂 他覺得在縮清一些 所謂暗王人士 你還直接把搞亂鬥爭並列 你認為這兩個辭匯 是有可比性的 那你田北辰真是麻煩了 明明上邊才說該鬥爭的就要鬥爭 你作為建制派的一員 竟然間認為鬥爭和搞亂是差不多的東西 是可以並列的 而且是對於香港沒有好處的 這些你自己說 HK01登出來的 不會錯 不可以人家作出來的 所以田北辰這一番的呼籲 相信都是徒勞無功的 當那台鬥爭機器開啟了的時候 基本上只會是越鬥越激烈 以及大家就會不停爭雙走去鬥紅 以及鬥表忠 你田北辰講這番話 分分鐘都會成為深藍對象 都不奇怪 然後我們又看看葉劉 被那些藍絲咀的情況 有些深藍就猛按 向他講一些難聽的說話 就已經是口誅不伐 因為他就是幫劉利群講好說話 劉利群正正就是被那些深藍 以及極左認為他是泛民內奸 於是葉劉去幫他護航 被人批評他護短 說他是暗王 甚至乎他想收買人心 有海量的奏罵聲 當然葉劉這些就是自食其果 在過去二三十年以來 你怎樣對香港人 現在那些極左和深藍 怎樣對回你 你現在以為自己說的東西是人話 是有道理 葉劉沒有用 你做得這個位置 就已經失去了講人話的權利 你就只能夠隨波逐流 人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就只能跟大隊 跟主旋律的指揮棒來起舞 你經常強調個人意志 你經常強調你是理性 你是專業 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時代 葉劉 以及你現在所提出的質疑 已經是來得太遲了 你現在才懂得叫庭那些所謂的文革式批鬥 過去你自己本人又有沒有曾經參與過這些文革式批鬥呢 你現在叫庭當然我不會反對你這個叫庭 但是有多少市民是會因為你說這些所謂的人話而出來支持你呢 不好意思 煩親被你租質的那些市民 他都不會出來支持你 所以那個結果就只有一個 就是逐個擊破了 你現在葉劉走出來撐 你可以撐兩腳 不過你是不會改變得到的結果 好了 至於除了葉劉之外 田北辰又出來說話 另外還有一個袁尼昌 又說這次他又撐葉劉 其實現在那班所謂的溫和建制派 似乎都聞到進取 就覺得這樣搞下去不行 這樣搞下去遲早有可能燒到他們那一疊 於是才走出來說幾句話 這些根本上也是國家自掃門前說的心態 所以你怎麼會不讓人逐個擊破才行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